真的好无语啊 这个东西出生话好麻烦哦 超级多的步骤 看了两个小时才把环境搞好 哈喽大家 就如这个视频的标题所述 这期视频呢 就是记录了我 三个礼拜学flutter的过程 那在视频开始之前呢 想去说一下我什么要学 原因呢就是写 前端写了一段时间之后 慢慢的感觉好像工作 让我很讨厌编程这个事情 就是感觉渐渐的失去了 当初学编程的那个初衷 还有它能给我带来的那个成就感吧 所以我就想说 是时候可以去写一些自己设计的东西 如果你们有看我年初的vlog的话呢 学习做一个APP 是我今年的目标之一 既然要学做APP 那我就一定要选一个 CP值高原的框架来学 那就必须是要跨平台的 这样我就可以一个人干掉两个 大概去年这个时候 我有做一期视频是盘点了 各种基于web前端的跨平台框架的 当时的我呢 是想在最短的时间内做一个桌面应用 因为我本来就会JS嘛 所以当时选择Electron是一个比较合适的选择 那当时其实也有了解到Flutter 但是因为呢 它用的语言不是JS 是Dart 所以我就根本没有想要考虑学它 但是Flutter现在在美国真的是很火 我自己是有亲身感觉到很多美国的初创团队呢 都在选择用Flutter做APP 国内的话因为有类似像UniApp Tarot之中也是基于web前端 然后上手又非常简单的框架 而且还可以同时做像小程序这种 只有在国内市场存在的东西 所以我也不太清楚Flutter在国内是什么样的情况 那我没有选择用这些框架的主要原因 就是因为我在国外 所以我也要考虑我自己现在所在的一个市场环境 还有它的同类精品里面最经常被拿来对比的就是React Native 那阿烟在我这边是没有任何毛病的 我觉得也是很好的框架 那为什么我没有选择学它呢 主要原因还是因为Flutter现在的热度已经远远超过它了 所以我也很想了解一下就是为什么 而且听说Flutter的性能也会好很多 我为什么要在视频开始前说这么多废话呢 也是因为我这段时间做了一些自学类的视频 我想要传达给大家的观念 其实并不是说大家都一定要去学Flutter去学Python 这些很火我们都要去学它这样子 不是这样的 不是说什么火就要去学什么 谁有那么多时间呢 其实选择学什么东西是要根据自己的个人情况 像我前面讲的这些原因都是非常非常非常主观的 所以我就特别想要声明这一点 不希望误导任何人 OK 现在大概是周一的时候 开始想要利用下班的时间去学Flutter 那我所要学的内容大概就是分两个部分 一个就是Flutter这个框架 另外呢就是Dart 首先的话就会去我老生常谈的平台YouTubeB站 先搜一轮 我刷了YouTube上面Angela Yu的课 它的课程就比较适合完全零基础的人 但是它这一套课呢 只是讲到怎么创建一个项目 并没有讲要怎么样写 看到这个课程的结尾呢 它就会开始卖课了 嗯 你们懂的 我的顺序呢是这两个部分交叉着学 先看Flutter的开发环境 到可以创建一个新项目之后呢 就会开始浅看一下Dart的语法 Dart的语法其实跟Python很像 所以如果你会任何一个后端语言 应该是可以看得懂Dart 就不需要怎么去看这个 如果你会浅端的话呢 也可以浅看一下这几个部分 或者你也可以自信一点 直接看Flutter 如果有不懂语法的句子 再去对应找Dart的语法 我在看课的时候呢 就会在旁边开一个窗口 跟着一起写 看到我觉得知识有点过剩的时候 就会暂停下来 统一的记一下笔记 那学到这个地方 我对Flutter的一些感受 就是首先它的环境搭建 真的好麻烦啊 要装Xcode还有Android Studio两个 因为要在电脑上用到 那个手机的模拟器嘛 所以还是会占用蛮大空间的 其实呢就是Flutter项目 在开发的过程中 是不会热更新的 就是你保存完了之后 要手动的刷新一下 它才会更新 不像我们写web页面的时候 只要按保存 基本上浏览器那边就自动更新 Flutter呢是一个 万物皆vidgets的框架 相当于是把HTML和CSS 合在一起写了 就很像eCharts的那个配置文件一样 如果你们有用过的话 总是怎么感觉 对我来说就是很破款思维 有一点就是打乱了 我之前的思维 逻辑再重组的这么一个学习过程 在刷完刚刚说的这些课之后 我就整理了一下我觉得我还需要会的一些东西 包括了怎么样去传餐 怎么样去写一些动态的东西 导航怎么写页面 怎么跳转 怎么样去写一些事件等等 那于是呢我就在YouTube上面搜了一下 还有什么课是可以看的 那这里呢我非常不推荐Flutter官方的账号 就是在讲一堆废话 那我就找到了这个TheNet Ninja 学了一下怎么样去展示动态数据啊 怎么样去便利啊 怎么样去修改数据 怎么样去拆分组件 怎么去import一个文件啊 导航怎么写等等 它会教到怎么样去做一个HTTP请求 那除此之外呢 我还会比较推荐这几个账号的视频 也挺不错的 那我在看到第26集左右的时候呢 就感觉又有一点知识过量了 于是呢我就换了一下 开始设计自己的练习项目放松一下 终于也可以开始刷剧了 不用再听这些烦人的课了 那设计的部分呢 可以参考我之前的这个视频 这里就不过多赘述了 如果想看具体的 我是怎么从一开始做设计的话 可以call1 那接下来呢就是写啊写啊写啊写 遇到不懂的呢就去搜 然后练习项目呢 最好是从写静态页面开始 就不要考虑太多 把数据搞得很复杂的东西 那我在写的时候 基本上就是写一行 然后去搜半天 然后再看半天 然后就接着写 那很多时候呢 也是在搜的过程中 复制粘贴 然后再羞羞嘎嘎这样子写 那我在遇到不懂的时候 然后查资料的顺序 大概是优先在官方文档里面去搜 文档搜不到的话呢 就去google 但是如果是一些非常复杂的 比较大的一些知识点 比如说我不知道怎么样去做导航 那可能就是需要去找一些视频的教程 来慢慢的停下来学一下 然后最终的成果大概是长这个样子的 如果这个视频点赞过签的话 我就会把我的笔记和代码分享出来哦 就是截止到这个视频录制时间 我可以完成的一些内容 总共算下来我花的时间其实是不到一个礼拜的 因为我期间还要在做视频 要录这个录那个 还要写一下我视频要讲的内容等等 其实还是占用了蛮大比例的时间的 所以实际学习的时间要更少一点 那如果你们喜欢这个类型的视频的话呢 不要忘记弹幕还有评论告诉我 其实我自己还蛮喜欢做这种类型的视频的 我其实不太喜欢做那种 就是类似于像现在这样子对的镜头 就是我在跟大家讲话的这种视频 我觉得就很说叫得很无聊 你们觉得呢 OK那希望这期视频大家看得开心 下次有人再见 拜拜 拜拜